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辉哥的游戏世界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游戏是 死亡或者安息 如你们所见 我是一名死神 来 我现在想吃鸡腿了 我们点击鼠标所见 我们就来到了冰箱旁 发现冰箱空无一物 哎 大哥 你再飘过来一个球 是不是显得有点更寒残了 突然我们就有了一个主意 记忆镜头移动到了电话这里 再点击 要吃鸡腿 再打每条外卖吗 这是外卖电话 对 外卖电话 肯定的 啥子玩意哦 嘿 大哥 你 你好 大哥 你是打电话给了一个公司吧 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公司去上班 然后让他吃鸡腿吧 正常人的逻辑来讲 那个要吃鸡腿的话 不是应该打外卖吗 你打个 你打给一个企业电话 搞什么飞机啊 大哥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进去了 欢迎来到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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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收割者 现在你归我管 请参观一下 然后开始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老板了吗 哇 哎 这四个人好像对应着天启四骑士 这个人他是死神 这个人是饥饿 这个人是战争 这个人是瘟疫 话说老板啊 一直把手伸过来 伸出四根手指头是什么意思啊 咋的呢 还要给你保护背是不是 天哪 我到底是进了一个什么神奇的公司 这处参观 这也没什么好参观的呢 算了 我们开始工作吧 来 第一周的第一堂课 初级实习生 游戏 收割者 今天是你第一天工作 所以任务非常简单 你不会弄错 小鬼送去左边的电梯 直达地狱 人类送去右边的电梯 直达天堂 开始吧 明天永远不会到来 我把猪肉法先关掉 来了 还蛮简单的 大哥 你 你 这不叫小鬼了吧 这门明是只大鬼啊 笑一个 咋的了 你是摸摄影师啊 还笑一个 给我疼痛 那就去 地狱里太闷热了 一切都在摇晃 我他妈才不怪呢 妈的 要不是那个 我是一个联名的死神 我老子早就把你送到地狱了 还敢说老子坏 我们有一个军团胡说八道 什么东西 他说大哥 我早就想吐槽了 大哥 你咋还带宠物啊 你上个天堂或者地狱 还带个宠物啊 牛逼啊 多好听的音乐 大哥 你根本就没带着耳机 哪来的好听的音乐了 天哪 疯了都 我就是你的恶魔 很跳哎 你老子滚到地狱 工作完成 Mission complete 嗯 伸手才个必家 来 我看看 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啊 零二 今天其他的收割者碰到了件有趣的事情 让我来给你讲讲收割者 我来给你帮你帮你帮我